宣布全面公开调查委员会报告 但是所说的是法官林明高担任主席的调查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 而不是家属要求公开的政府内部调查报告 39个死者其实死于船 寻得快 不够时间去逃生才会养成这么大的灾难 但是在林明高的报告我看到的证据 全部都不能足以来做刑事起诉 内部调查报告里面应该披露了很多海事处这么多年来 如何执行他们的任务 而我自己深信 林明高里面所有很多疑点 如何他们惯常执行的任务时候 是很大量的漏杂 应该是很全面性可以在里面报道到的 古泰已经入品高等法院 向港灯、港狗小轮 和两名邵氏船长周志伟和李世明 和律政司代表海事处 为在海难中疲难的儿子申索伤亡赔偿 他强调并不是为了钱 在民事杀上的入品 我就有理据要拿海事处的内部调查报告 律政司司长员郭强星期三晚上和家属会面之后说 基于私隐问题不能全面公开内部调查报告 古泰说律政司一方当日承诺 一个月之内已书面回复 可不可以在不展开民事索伤之下 被家属查阅整份内部调查报告 但他相信机会不大 母亲人是机长